2015南投温泉季北港溪嘉年华系列活动 将在15号与北港溪温泉区举办 为吸引游客入乡游玩 上午10点前免费入园 并祭出多项游会 主要是希望民众能够提前一天来玩及住宿 届时带动地方观光产业发展 北港温泉嘉年华活动在我们11月15号 在泰雅度假村盛大的举办 那这一次特别改为上午举办 主要是希望说游客可以提前一天 来到我们国庆乡北港溪泉区来游玩 那我们也特别针对这次活动来开放 10点前入园免费 全国民众可以免费入园来游玩及参加活动 当天除了一连串精彩的表演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JR 季妍凯以及阿喜等歌手 来到我们现场来做演唱 来为活动加持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邀请到国庆知名的咖啡业者 还有农特产品的业者来到现场来做展示 还提供游客来做品尝及饰饮 让游客知道说我们在地的农特产 已经咖啡有多么品质好 北港溪温泉与卢山温泉为同一全麦 水池清澈 大访游客在活动期间 却可以享受泡汤乐趣 也可以顺便走访 临近的互筑村 西博梅园 集会顺林场等景点 保证不需此行 第17个温泉区 在台湾来讲 那也刚刚起步一个新的温泉区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我们媒体的介绍 希望说我们这个发展这边的 目前已经有成型的 是像泰鲁业村 跟我们汇村林场 那这样一些餐厅也做得都不错 那希望说透过我们媒体的介绍 希望说再更加的 把这些温泉的元素 跟美食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以南投道地食材 茶 竹 梅 与北港西温泉区特有的食材 创造出一道道不同风味的温泉美食 让人食食大动 北港西温泉区 支援相当丰富 温泉 游热 美食坚无化 欢喜给泡汤的民众 让南投泡汤享美食